大家好 又來到NetChang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NetChang馬膽 每個賽馬日我都會選擇兩場賽事 每場賽事選擇一隻馬膽和幾隻配腳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是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頻道 每次拍一段影片 講今次的心想之前 我都要回顧上次賽事提供的心想 上次兩隻NetChang馬膽 在Youtube頻道發放 第二場的嘉應進馬2.5倍 輸了被殺得盛起的 無謂傑梁家俊美麗魯窩 第三場是包衝福星 略略失望 其實我再看一段影片 其實潘頓都 早段都尚算認真 不過進到直路這隻馬 可能更急了 進到直路又挨了蠻欄 所以 就表現得差一點 這隻馬是有點失望 下次都不會做膽的 配腳欣賞一下 PATREON發放兩隻冷腳 第九場外馬線 跑不出水準 第十場 信心星 隔晚10倍 然後跑一跑 摩阿比5倍 然後回到6.4倍 夜馬2回 6.4倍我覺得這隻馬 稍後再解釋 高出賽馬上次有四隻 嘉賢駿馬跑第二 米奇十七倍 跑第四 金聖明區 六點二倍 第一 安都也是五十倍 跑到第五 非常近的第五 這次賽事有一隻高出賽馬 就是第六場的皇帝英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事不宜遲 講一下明天 賽事提供的心水 先看看 第一個場次 選第五場 第五場馬 我選五號 缺一劍 上次這隻馬 都是跑谷草 千二的賽事 初出 其實雜的走勢都不錯 但是也有十四倍 算是不錯 整整整走勢都尚算順利 但是其實進到直路 這隻馬有少少耐閃 霍雲昇是未能夠 全條直路都騎下去 有些修正了大約兩次 不是說很大的修正 但是他一騎下去 有少少耐閃 因為騎下去有少少耐閃 修正了大約兩次 雖然未完全騎下去 但這隻馬也沒有移動 也會繼續維持走勢 輸給添喜運和加州活力 今次的一場新 檔位跟上次差不多 但是我們挑選一下 上次八檔 其實走位算頗順利 很快能夠埋到二碟 有遮擋 今次的七檔 私家三跑 不知道會不會容易埋到二碟 埋不到二碟三碟 但如果三碟網空 我覺得他有能力走進前列 這場也有很多馬背飛 這隻馬決一劍 有些賠率玩一下 就找他做馬膽 不過我應該不說 隔夜或臨場 十五分鐘之前 你都會覺得有些賠率玩一下 但最後一下 廖康銘打到多少錢 你不知道 狼死的可能只剩下五倍四倍 但現在你會看到有八倍 我先選他做馬膽 配角選擇 我選了四隻 有三隻都很正路 二號自合拍 四號飛雲 十有五福星 這些都是極度正路的配角 第四隻配角 我想選擇十二號陽明閃耀 這隻馬上次在田草千二 初次是走近 上次沒有飛 巴杜在裡面放 當日直路裡面很一般 他也放得很快 尤其是第二段二十二秒 反而散得很正常 還要在直路裡面 這樣散 輸了一塊步速 直路裡面當日不好 所以傷蝕之下 回來也只是輸了兩個馬位 表現有進步 減了兩分 轉了場地有個一檔 我覺得這些是冷腳 要拖的 所以這場馬膽 選擇五號 決一劍 配角選擇 二號自合拍 四號飛雲 十一號五福星 和十二號陽明閃耀 還沒說第二個場次之前 那一下我的收費會員計劃 收費會員計劃 第一種是Whatsapp的臨場分析 經由Whatsapp發放的 臨場分析 即是臨場有空才參與 如果臨場有空 就要參加賽前的Patreon 我現在先說Whatsapp的臨場分析 今晚應該是這樣說的 明天大約兩點左右 就有全日初步的首選次選賦選 明天每場賽事開跑之前 六至八分鐘 有最後的首選次選賦選 連同大場地形勢 MARBEL FACIAL 以及我的頭署建議 大家都知道 除了臨場分析 有給這些頭署建議 還有我的星上MARBEL通知 進階版 大家知道 馬會買WINPAY 它自動幫你抽擾百分之十七點 如何可以長期抵消這些洩水呢 我就是長期著重買星上MARBEL 上次剛剛有看到 手機標霸 川諾稅區 二川一面拍21.84倍 MARBEL 25.2倍 星水百分之十五點四 這些就是正正 拿來抵消馬會 抽理水 還有Touchwood 如果川諾稅區 泡麗儀 我們都有安慰場 收犯 好過二川一面多多聲 所以星上MARBEL通知 是一個長期 如果你表現不穩定 是令到你贏錢的工具 如果大家對於臨場分析 或者臨場分析 加星上MARBEL通知有興趣 歡迎大家WhatsApp Youtube 或者Facebook 去聯絡我 拿一些有關於臨場分析 和臨場分析 加星上MARBEL通知的資訊 好 未必人人適合臨場 因為禮拜三晚 上班 禮拜六日 你可能 家庭日 未必可以坐定 去聽我的分析 和看我的投注建議 所以 Patreon日賽前分析 非常適合你 超聰明會員 純支持 足球股票 股票頂面責聲明 話是說足球近來 近七場羊球館分享 中了六場 絕對有興趣 如果大家玩開球 絕對有興趣 要參與 如果冷卻獨家分享 就是 浪漫老窩 信心聲 就是Patreon的 超聰明會員 除了超聰明會員 還有極厲害會員 純支持 足球股票 股票頂面責聲明 如果冷卻獨家分析 以及所有場次 所有碼筆計碼分析 都會分享 Patreon的極厲害會員 平時有看 NETCHAN譚賽馬頻道的 直播計碼 都知道分析是非常具有參加價值 我又分享上次七百九十場 這些極厲害會員的分數表 譬如是星期日跑 這個是星期日 大約十點、十一點 發送上網 臨場我是不會改分數的 有其他因素 那些是臨場分析去處理 但是 賽前 你想有馬匹實力的分數 做參考 極厲害會員非常適合你 大家看看 第七場 手機標霸 突出3.3 3.25分 4.8倍 第八場賽事 全石星空的熱門 說得好像很厲害 其實我評算是挺低分 最高分的是 金勝寧區和村落瑞區 結果村落瑞區跑第一 跑第二 很冷的 那隻本領的威貨 都給了0.75分 跑第三加應巨星1分 全部是世情範圍之內 第八場 你看這些分數就知道 極度軍勢 結果就是 爆冷 但是所有馬匹都是包到的 第九場賽事 直播計馬已經計算了 講到明是非常軍勢的 但是結果是 1、2、5是跑三甲 三隻最高分 稍稍突出了出來 2.75分 第四高分那隻 我是說是放冷卻 結果沒有了 但是 神希麗人 是第五高分 1.75分 第十場賽事 剛才我講的 為何信心性6.4倍 我覺得很漂亮 對我來說 第十場是非常清晰 是信心性的 最實力最高 那隻 3分 所以 6.4倍 是很漂亮 正常的 4倍 信心性 講完 希望大家 Patreon 有興趣 可以參加 第二個場次 第二個場次 選第九場 第九場 馬膽 我選五號 明亮天下 其實這場晚 我講一下 我選了什麼 應該這麼說 我先講明亮天下 上次 那場賽事 都是谷操千八 這場賽事 我覺得水準 挺高 最後都爆了一段快 23.84 所以 明亮天下 黑桃火箭 逐步贏 這幾隻 都是做得好 這幾隻 曾金奪冠 潘頓的跑位 取位是非常之好 他算是這幾隻 形勢虧得最少 所以明亮天下 今次 有一個一檔 做彈 黑桃火箭 要拖位 因為上次他算是 追得最厲害 直路也要花了少少時間 找位 這些要拖回黑桃火箭 那曾金奪冠 要不要 曾金奪冠 由內檔 變成十二檔 但是勉強都要 因為 上次潘頓都算 跑得不錯 當然走位形勢很好 但這次十二檔 看看如何發揮 這場馬 頭四隻 唯一一隻 我先撤走 就是逐步贏 我這次不拖 逐步贏 首先贏馬 加了分 還有我這隻馬 和田坦安特別配合 其他騎士騎下去 不是那麼容易發揮到 他的強勁的後勁 大家看看 逐步贏 逐步贏之前那場 跑谷草第三 僅僅碰到第三 那場 判明飛散下去 很明顯是沒有田泰安 散下去 吃得那麼好 逐步贏很受田泰安的劇化 所以我 蔡明肖 今次我都不選擇他 所以另一隻配角 我選擇一枝 一枝 首先我擔心會不會是田泰安特別 但是我未肯去確定是田泰安特別 但是田泰安 這隻馬 唯一的馬騎士就是田泰安 但是我不相信這隻馬 只是田泰安騎到的 逐步贏 我覺得田泰安是會發揮得最好 但是一枝一枝未必 另一戰 看起碰草日 Um 初段場次 有千比 對幾astre 超級鐵籃較好的 一枝一枝一枝2拒 秦馬是賺得很強 但是一枝一枝就定田泰安 結束一枝一枝一枝 兩枝是辟 Corporal 而不能騎的馬逐步贏和我選一次戰 上場馬馬打5號明良天下 配角選擇4號增金奪冠 7號黑桃火箭和9號一支戰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給我like和讚我 分享影片給朋友提及他的宣傳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享沒見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在影片下面留言 留他借借粉絲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留多點回覆多點 YouTube就會知道 我是非常之歐洲的頻道 他就會分享我的影片給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令到view數上升 除了令到非常微波 我想收入再增加了少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還有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採碼 做了一些直播節目 例如即使觸角頭柱分析 直播計碼吹水 海外馬直播等等 還有你現在看的Netchan頻道 兩個頻道都按訂閱 按鐘仔 按全部 還是我所有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是Notifications 你一時便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